小房子帮助我不到一岁的儿子 夜里睡整觉的神奇经历 今天简短分享小房子 帮助我不到一岁的儿子 胎里素 夜里睡整觉的神奇经历 我于2019年7月备孕期间 看到师父看图腾的视频 知道了心灵法门 决定开始念经修习 心里也默默求菩萨 赐我一个男宝宝 之后没几天就梦到一束白光 还有观世音菩萨和一个小孩 隔天就发现怀孕了 三个月的时候知道是男宝宝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让我顺利怀孕 孕期坚持念经修心 并在金师兄的推荐下 九月份就顺利在发礼法会拜师 一切都非常发喜 身体上也没有任何不适 或者孕吐症状 孩子出生后很好待 如今十一个多月 爱笑安乐一样 最近半个月来 夜里每到凌晨三点多 宝宝鼻子就堵上 呼吸不畅被憋醒 我妈妈和婆婆在国内也都修习心灵法门 并设了佛台 我每天在凌晨三点多 孩子开始翻来覆去折腾的时候 在床上求助两位妈妈 赶紧给孩子画一张小房子 神奇的是 小房子可能刚刚画下去 或者刚写好抬头 孩子呼吸明显通畅 睡觉很快安稳下来 之后能一直睡到早晨八点多 让我早晨可以安心念经 这样持续了几天 前天晚上我想试试看 如果不画小房子 是否孩子也能睡着 结果孩子三点多开始折腾 翻来覆去 直到四点之后 鼻子一直不通气 并且开始哭闹 我没办法又赶快联系我婆婆 请她画一张小房子 大约四点半之后 孩子不闹了 有睡意 然后又从五点多睡到九点 这是一件生活中很小的事情 但是小房子的灵验 速度之快 让我和家人都非常惊叹 感关心菩萨慈悲 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们在生活上诸事顺利 快乐 修心修行 每天充满法喜 感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用精神和灵魂 看护着我们 救度千千万万 有缘众生 我一定好好珍惜这殊胜缘分 紧跟观心菩萨和师父传授的心灵法门 好好学佛念经 好好修心修行 勇猛精进 今生我发愿 一定要好好学 好好修 做观心菩萨的牵手牵眼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广度有缘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心菩萨 感恩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以上分享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慈悲原谅 恳请龙天护法 慈悲原谅 恳请恩师慈父 慈悲原谅 恳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感恩大家 德国弟子 陈师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